2万多坪的地面装备展示区 突破了过去战车 静态展示 十多架大陆自制坦克 装甲车 以及各类型的越野战车 示范 翻身试水 爬楼梯等 向大陆民众及国际买家 展示大陆自行研发制造 主攻外销的战备 首次曝光的VT4型坦克 是大陆最新武力之一 相往国际的军贸型武装 时速可达74公里 配备125毫米滑糖炮 配合新型穿甲弹 可打穿一米后 刚装甲 在珠海办这样一个行程 它其实可以在这样一个场地 让世界各地对中国大陆的武器 有兴趣的买家 都可以集中到珠海这个市场 然后来参观 来选购他们 适合他们的武装 不过也有评论 只到了军售外销 仍然是亏本生意 中国武器装备出口 到第三世界也好 到中东也好 主要是一个政治目的 和为外交政策服务 但数据会说话 从珠海航展 总入场观众近40万人次 成交187架各种型号的飞机 各类契约总金额超过40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陆 海空 自制装备 今日进出 军备大震撼 军贸大丰收 主办国大陆可以说是 面子里子都有展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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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